说到雪佛兰跑车 你会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什么车呢? 雪佛兰的克迈罗还是科尔维特? 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 首先想到的是被网友调侃为 武林宏光远房亲戚的科尔维特 他凭借着极高的性能和清明的价格 被称为是美国国宝级的超跑 他在很多车迷心目中有着图腾般的地位 从1953年诞生到现在 科尔维特已经衍生出了八代车型 成为跑车史上单一车型生产历史最长的经典车型 而科尔维特C8的造型设计更让人印象深刻 经典的标志性黄雕鱼设计理念 线条流畅且棱角分明 通过锐利的线条勾勒 展现出了极强的视觉进攻性 宛如一条凶狠伶俐的黄雕鱼 他搭载全新升级的6.2升自然吸气V8发动机 最大输出功率496马力 峰值扭矩630牛米 传动匹配八档诗式双离合变速箱 零百加速时间三秒内完成 急速可达312公里每小时 这强悍的动力性能 可以说是丝毫不输牛马门系列 而作为美式经典肌肉跑车的代表 科迈罗自从上市以来 就受到很多年轻彻迷的追捧 他凭借着出色的颜值和配置 更是赢得了无数汽车改装发烧勇的青麦 从1966年至今 科迈罗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 或许他不是最优秀的跑车 但是他却有着那份独特的大黄松文化 不可否认 科迈罗和野马一样 都是被赋予了传奇色彩的美式肌肉跑车 也许他开起来并不是很舒适 也没有那些繁杂的高科技 但他却保留了那份最原始的驾驶质感 科迈罗的外观本身就充满了战斗气息 他不相信空气动力学 只相信大力出奇迹 他搭载的6.2升V8机械增压发动机 可以爆发出455马力 峰值扭矩580牛米 0百加速时间4秒内 他更是在纽博格林北环赛道上 跑出了7分16秒的优异圈速成绩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光论颜值的话 雪佛兰的科迈罗和科尔维特 你更喜欢谁呢